嗨 各位 这里是语卢书 我现在在海南环岛 我现在到的地方是杨浦的千年古盐田 这个地方昨天晚上我来过一趟 之所以又来一趟 是因为我昨天看到的是这样 这个地方跟我想象中的又不太一样 我来的比较晚 到这以后天也变黑了 我以为这个盐田应该是 跟我在阴哥海镇的那个盐田的感觉 差不多大片大片的田地 没想到这个地方倒挺像一个人造的一个景区 当然这不是人造的 这是说是保留下来的以前古盐田 据记载 这片古盐田曾经是福建莆田人千居到此 就地取材 用火山盐绕成浅潮 在潮内注满海水 然后昆过烈日暴晒成盐 这个应该就是晒盐的盐潮 当然这个时间上面也看不到 所以就放弃吧 因为盐田晚上看不出来什么 所以我想白天来看一下 因为我今天要去弹州的中和镇 中和镇 然后会经过这个古盐田 所以就顺便拐过来看了一眼 所以我们现在过去看一看 盐田白天是什么样子的 我昨天来的时候 可能因为天黑吧 我跟着工作人员进去看了一眼 然后我没有注意到我身后这个牌子 原来这个地方现在已经禁止进入了 那如果这个景区不能进入的话 那来这个地方 那你只有一项让你来的理由 欢迎大家来吃盐局 很正宗 要买鸡就过来这边 本地的李达地做的 这个地方不能参观 那不就只能来这里 你们这个地方吃鸡了吗 所以采用千年古盐局的鸡 可能会成为你来此地的唯一理由 关于古盐局的味道吗 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到昨晚 虽然这个千年古盐田来的比较晚 但是这个鸡 没吃 我们就买了一只鸡 咱们现在是60块钱一只 我买的是55块钱一只 从外面裹了一层圈子 这个鸡呢 说是用的是文苍鸡 鸡还是很多的 一整只鸡 不过好像是完了 四斤 哎呦 这个油哦 好油哦 味道还不错 首先这个鸡哈 有那么一点点咸 但是还是比较嫩 鸡肉还是比较嫩的 里面的这个肉质 还是比较紧实的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这个鸡皮要比鸡肉要咸一点 这肉配的鸡皮的话 甜蛋正好 这里面的肉会稍微淡一点 这有个铁环 老板这个铁环啥意思 铁环 这是我们当地的就是文昌在讲环的那种文昌鸡 完了之后呢 鸡出来的话它肉质比较心嫩 完了吃着还不油腻 完了还能吃到芸汁油味 那个鸡的芸汁油味 你又不排吃它 你就喜欢吃的 就是喜欢的就是吃它的芸汁油味了 刚才问了一下老板娘这个文昌鸡呢 相对来说肉质比较紧实一点 是海南本地上的一种鸡 别的鸡的话会比较柴一些 所以请顺着文昌鸡 老板这个叶子是什么 黄皮叶 黄皮叶 对 就是因为肉 热在水中 会增加鸡肉的一些香味 好 吃完了 评价一下 肉质紧实 味道还可以 就是 从外到内 咸淡度逐渐提醒 人以来说 算是当地一个比较不错的食物体验吧 如果你途经古盐田 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暂停点 不如花20分钟也尝尝这个盐焗鸡 这个千年古盐田 如果你是为了吃鸡来这里 我觉得可以 如果是为了看这个盐田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 所以我们就从这儿离开吧 现在我要去的地方是 中和镇 一个古镇 Let's go 咸淡情要录一件故事 这里是宇宙搜 正在海大环岛 关注宇宙搜 我们一同上路